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立县长中东警会务时 希望可以完整的传达意见 自己在脸书上的发文 真的只是跟亲友长辈讨拍 无意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更不希望相关人员受到陈处 拿着包包 从讲台上掉头就走的 是已故导演齐柏林儿子齐廷环 离开时还将演讲费用丢在桌上 当时紧追在后的 是这场演讲活动的承办人 他边追边道歉 因为他传了一封讯息给齐廷环 讯息内容是 齐柏林导演的儿子三十岁 靠老爸的鱼印就能吃一辈子 齐廷环看到当下一头雾水 先是回了一个问号 承办人发现传错了 传给了齐廷环 立刻把讯息收回 接着来到齐廷环旁边想道歉 但理由却是要传给同事 传错了 齐廷环气得当场丢演讲费 直接走人 苗林县长中东景得知消息 在粉丝专业发长文表达震怒 还说承办人怎么可以如此放肆 我当下就很惊讶 说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当然真的对齐廷环先生造成的伤害 真的非常的抱歉 承办单位县府交易处说 传错讯息的是徐姓女承办人 是约顾人员 事发后已经请辞获准 处长跟科长也自行处分 齐廷环帮忙缓家认为处罚太重了 也打电话约中东景见面 中东景强调让齐廷环受委屈 感到很抱歉 相关人员的陈储会依规定处理 17号一早也会当面跟其停环道歉 华视新闻由保证赵英光屋 赵晴梁洪志台北苗栗报道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